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很可爱呢 很多香港人都有养宠物的 2018年的政府统计结果显示 香港每10户家庭就有一户养猫狗 数量多达大约40万只 无懈数量持续上升 带动宠物用品和服务需求增长 但是2018年 香港宠物食品销售收益就高达11亿港元 宠物经济之中 医疗健康是重要一环 香港城市大学早在2017年 就开办全港首个兽医学士课程 2020年香港注册兽医人数 更较10年前增加近一倍 业界近年也有新科技产品推出 提升宠物健康 例如有企业就研发出智能狗颈圈 可以监测狗仔的健康指标 也有本港企业开发宠物专用的 磁力共振仪 可以根据不同的体型更换配件 令到素描图像更加清晰 宠物经济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一股新动力 自养宠物又可以促进社会户外包容氛围 令到繁忙的都市生活变得更有温度 并且关注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我